大家好,我是小思 前段时间看了一篇文章 预测的是10年之后咱们国家房价最贵的10个城市 来说跟大伙聊一聊 城市倒在其次 最关键的是咱们要来看一看 这些房子为啥以后会更贵 这个评判的标准 价值的标准 我才觉得才是最关键的 前四名 基本上大家一想都知道 香港、北京、深圳、上海 当然了 从这个排名来看 我觉得香港10年之后还能不能排第一 真不一定 北京、深圳、上海都有可能超过香港的房价 当然了这四个城市为啥贵 都不用多解释 人就是贵 再往后看就有点意思了 第五名 杭州 一说杭州 大家反映的第一件事 很可能是阿里巴巴 当然以前可能是西湖 现在已经成了阿里了 那么这其实就说明了 人家为啥房价现在贵 以后可能会更贵 经济好 现在杭州的这种 不能叫创业公司了 这种新兴的科技公司有一大票 据说杭州的独角兽公司已经超过了深圳 甚至有些排名里超过了上海 那么经济好 反过来讲 能买得起房 或者人家有钱的人就多 所以人家房价贵不稀奇 再往后看 其实第六名可能很多人没想到 这个文章里遇词的是三样 我有点小差异 因为海南的房子是吵起来下去 吵起来下去 一直反正就是那么样子 当然了 如果从十年之后看 把它放到这个榜单上 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资源戏区 对吧 咱们国家靠海的地方本来就少 漂亮的海岸线也少 再加上漂亮的海岸线 气候可能还说得过去的地方就更少了 那么资源戏区可能是站了这么一块 反正海边的房子就这么多 卖光了就卖光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可能与咱们国家老龄化速度加快是有关系的 老年人多了 我要养老去哪呢 当然我可能去三亚不太适应 以前我说过 我说我这种北方人去那总有一种活在锅里的感觉 但是很多南方的朋友们就觉得 那很好 对吧 至少冬天不冷 所以说三亚放在第六名 可能就是占了资源西区和老龄化的光 那么包括第七名 厦门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至少是很占海边的光 再往后看 这几名有可能会在什么南京 成都 青岛等等的城市出现 大家要注意 这几个城市最近的曝光率是很高的 为什么曝光率高呢 就是因为这几个城市近期都出台了一些力度非常强的吸引人才的政策 我要大量的招有能力的能力强的这种中青年人来到这个城市 参与这个城市的建设发展 以前咱们说过 中青年人进来了之后 这个城市就更有活力 反过来讲 中青年有能力的人 卖房是刚需 那么房价兼挺 甚至往上涨 就理所应当的 所以从这前市民的判断来看 咱们摘出前四个后面的总结一下 基本上就是经济好 资源稀缺 再加上一个中青年 尤其是能力比较强 收入比较高的中青年大量涌入 有可能就是未来房价上涨的重要评判指标